今天呢 新闻少了 二十六号 但是呢 也有一宗颇值得一谈的事件 突然间看到李家超 阿超 突然间 啊 阿超我以为你死了 还是你躲去选普债啊 还是不歌福啊 真的没有留意这几天阿超去了哪里 星期二没有见过 今天是星期五嘛 二三四 星期二因为他没有出现过嘛 上星期二说去外访嘛 跟着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啊 三四 三就见到阿茂波在北京 那就是说你一直都在香港 阿超 为什么不是你要去北京呢 是吧 很严重啊 是吧 昨天星期三星期四又见到财婆走出来在博奥论坛说话 你又不去博奥论坛 在北京你就会一宗一宗机票去了啊 那你不去见啊 啊 你都应该走去博奥论坛 搶一下镜 你被财婆 即是我真的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你见到财婆当然是屌子 走出来了什么 我就想到为什么不是阿超去呢 跟着你见到阿茂波上去被人窄了 为什么阿茂波被人窄 不是我们阿超被人窄呢 所以从而得出阿超非常之不妥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总想不到原来他在香港 香港 有一样东西就是呢 当人们踩到上门 你难道找个 其实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是正式放了假 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你不是在香港 是吧 你又没有放假 是吧 那你又不可以找一层机票 而且不是很妥的 不是很妥的 大佬 那个是乌克兰外长 乌克兰是四千万人口的大国 在欧洲来说 是吧 潜力甚大 俄罗斯 大家都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在打仗了 去了北京找王毅了 这个国际形势那里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拼讨论 一拼一件事 反而今天不是太兴奋 但是见到阿超 其实跟着又觉得 又是问题了 阿超做什么呢 其实他就没有角色的 是吧 香港那些经济那些东西 他就官方那些东西 官方当然就是 曾经说过 香港政府曾经说过 我们不跟美国制裁 不跟西方制裁 你不跟西方制裁 但是你跟中国外交部的制裁 也好 但是中国外交部都是同意了不运动俄罗斯的 是禁运的 尤其是 是吧 这个新闻就是美国 这个基金 这个读读一点 这个是美国的 美国支付星期一揭发 说有十八家公司 协助运送物资半导产品去俄罗斯 违反美国的制裁 违反美国而已 有权不理你的 四天后就妨碍了 所以基本上 乌克兰外长去富列巴 富列巴 去北京 建王毅 其实就是希望北京做中间人 因为责任司机打给特朗普 知道特朗普的取代 这个呢 说真的 你令到支持 我们都应该是同情 乌克兰被人侵略 香港有一堆人就跟了中央的 支持俄罗斯去侵略 当然啦 他们的逻辑就 乌克兰就好像台湾那样 自古以来 你不独立了 当日你同意人独立的嘛 就是你 跟着又想拿回人这样 拿回人那样 如果被他拿回 其实真的是一个灾难 就是基本上呢 你不如同意他回去 靠回苏联 不要当是没有危险而已 美国现在就禁止中国的发展 但是你问我说 如果环球局势呢 俄罗斯前苏联的威胁是更大的 潜在威胁大 因为他不怕冲突嘛 老共嘴巴闭 没发动过 当然啦 打过越战 帮过越战 打过韩战 是韩战 已经是韩战 但是有些人已经是西方了 没人敢踩进去中国 这也都对的 陆权 即是他在陆军事上是陆权国家 即是陆军强大的地方 完全不同的 完全的逻辑 海军 空军现在也是很弱的 所以他打人很难 但是近年挖起了 美国就主力盯着他 可能因为俄罗斯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俄罗斯只有一几人而已 一几人 克朴摩克林 明明他强 军事做世界第二大 其实看来就不是 科技仍然是 仅次于美国 美国有的东西他也有的 当然差一点 但是叫做有的 中共就还有一段距离 因为中国是抄罗国的多 所以整个形势非常之微妙的 美国特朗普就说要 我相信美国有批人认为 长远计危险就是中国 基本上 所以就是要将所有力量集中 按住中国 那变成了 无谓打乌克人战 那乌克人怎样呢 那当然啦 又对的 你看特朗普的角度说 就是你欧洲不是弱的嘛 为什么你不帮多些呢 是不是 因为北约 美国当然是主导人物啦 但是美国主导就不是要我保护你 我经常说是要钱的问题而已 如果钱的问题解决 现在四成是美国给的 但是那两成好吗 那两成欧洲人给的 其实也是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乌克兰就已经很悲观了 是不是 就是想着打完就快点完了 可能他也打得辛苦了 长仗 没什么进展 是不是 俄国佬 我们看西方媒体 常常说他好像乌克人很厉害 很厉害 那样 但是美国是衰的 一天给钱又给一点不给一点 拜登那些做法 等他又不赢又不输 压力大又给多些武器 事实上你见一给多些武器 他又稳定战局 但是问题现在怎样呢 在乌克兰来说已经拖了两年 你这个国家很差 开始也有厌战情绪 赞成其实要割地求和 芬蘭模式 但是问题是如果乌克兰来不打这仗呢 其实在北欧那几个国家都会害怕的 尤其是那三个小国 乌克兰这么大 就说那三个小国真的分分钟几天就大军压境 那就要跟北去开战了 当然 所以整件事其实是几复杂的 影响世界大局就是影响香港 香港其实是没什么的 你说我 我始终觉得呢 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呢 因为背后你玩两面而已 当然啦 因为你支持俄罗斯就变成有筹码了 很多东西跟美国讲数了 不需要跟着美国 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但是符不符合环球的战略利益呢 是吧 当然啦 俄国佬顶住 是吧 北欧顶住什么呢 就等于中东佬当时搞海湾战争 那美国不空理中国 那中国就有红利 时间红利挖起咯 其实是 你说坏点说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俄国佬和乌克兰继续打下去 中东又继续搞搞振 那你就不是那么多 啊 特朗普全力集中对付中国的那个 一定要顾住中东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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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呢 比巴勒斯坦的那場仗 我就相信的 但是表面不能夠承認 複雜的情況就是 你說各地求和怎麼辦呢? 這些其實我們是猜不到的 去到北歐洲 北歐 但是作為小小特區 你當然要跟大隊 還有你承諾了制裁 跟北京的意思 北京是同意制裁的 不會將戰略核資輸送給它 但是有些事情很難說是戰略核資 包括普通的無人機 為什麼大疆無人機正在用呢? 你說民用的 分不開的了 好了 晶片 它需要大量的一般普通的晶片 香港原來是四成 在香港 經香港去的 所以這個 它本來是北京訪問的 四億美元 2021年至20年間 香港出口俄羅斯的半導體 零件增加了一倍 是不是? 這個就是美國自由基金會 香港政府沒有接駁過它 Committed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Foundation 星期一發表報告 2021至20年間 香港出口到俄羅斯的半導體增加倍 達到四億 四億是很少錢 但是如果買晶片就很多了 尤其是它僅次於大陸的出口量 半導體零件 支援俄羅斯國防工業開發無人機 製造飛彈 相當重要 高端的東西不重要 其實所有高端的東西 軍事首飾而已 我告訴你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自己有的 自己發展 當然了 會大舊很多 我經常講的三奈米 一奈米 現在做到 四奈米 中國十奈米起碼做到 那就夠了 即是你發展什麼 晶片什麼 俄羅斯自己是有的 即是說 重要的東西 尖端武器就不用靠你的 只不過呢 大健一點 它做出來 但是另一件事就是普通東西 賤醒的東西 做無人機的那些 或者一般槍 炮 上高需要的那些晶片 這些就可以雙用就行了 所以都是禁止它的 但是禁止它 有些灰色貿易 香港就有了 今年8月到10月期間 運送了20億美元的貨幣 以價值計算 有40%高優先項目清單 common high priority lease 清單是美國政府制定 那就是美國 是吧 基本上如果你跟北京的政策 就算了 那就算了 阿超也是的 但是當然這些東西要跟北京的外交路線啦 是 烏克蘭外交部長說 富列巴夫呢 富列巴 富列巴就出了聲明了 希望你主動的那些阻止俄羅斯 利用香港公司規避這些制裁 這樣 有一點兒 真有趣的 因為你來到香港你不是問 就是戰後重建 大家找一些商機 一走到來就 就是 喂 你不要給他晶片 那你不是準備和談的嗎 那當然啦 這些都是影響到他和談 是吧 他越強你 但是你其實是沒用的 就是走來罵你這樣的 專程走來罵你 那在香港的角度呢 什麼都不認的啦 路透社說23號 星期二 美國所沒有北北市 是吧 跌了五分一的 都是少了 但是依然是重要的 4億 是吧 過去香港政府的態度就沒有態度的 基本上是跟外交部 有事問外交部啦 但是照跟俄羅斯不是不知道的 是吧 也都講了他聽 他來到香港 這些 但是呢 還有一樣 重要的就是 香港新聞處 阿超這麼重要會見外的 也算是一個大國來啦 4千萬人口 不是小的 是吧 一個國家的外長 是吧 你看那張照片呢 似乎在全港督府 禮賓府 即是他官底的 因為國旗插在那裡 不像是酒店 那 人家踩到上門 其實跟外交禮儀呢 他是 啊不是不是 這個不是元首來的 這個是外交部長 合理的啦 就是上門 踩到上門 然後呢 當然他們的新聞就是烏克蘭那邊發出來的呢 烏克蘭外交部的 那香港才接 啊 見到阿超嗎 這張照片應該是烏克蘭的 即是 新聞部 那才去問香港政府 而香港政府 哎呀 阿超見過他 星期四 在香港時間晚上 烏克蘭外交部 昨晚率先公佈 即是 來香港見到阿超 這樣 跟著問到才 啊 當然一個消息就是 他向阿超提出 是吧 你不要做這個key rules 啊 無人機 軍備之言的key rules 希望香港政府採取措施 避免俄羅斯東用香港規避國際制裁 是吧 同時表示關注啊 在港烏克蘭人的權利 沒事的 是吧 好 如果你整件事看 香港就沒有什麼角色的 但是烏克蘭這場仗呢 順便也都分析一下啦 自從川普表態之後呢 當堂拍錯了 仍然是真的 你問我 我覺得 我不是看烏克蘭什麼反應 烏克蘭開始害怕的 因為他那場仗拖了那麼久嘛 那些武器呢 主要靠美國啦 北約 賴著北約啦 而那些武器呢 就剛剛夠打了 又不贏又不輸 那樣啦 我一向都認為很契敵的 這個拜登也是很契敵的 就是呢 你要是不幫 要是你就幫足 還有要快點結束戰爭 那些人命 就算死了俄羅斯說五倍人 死了五十萬 說他死了五萬 那些人也死了十萬啦 這些不是一件好事啦 是吧 但是你繼續給那些兩頭不到岸的武器的等級 給了一千多億 這是很少錢的 就是說用在戰場 但是都是一筆大數啦 那你現在的趨勢呢 就未知其他歐洲國家的態度 是不是支持俄羅斯 支持俄羅斯 如果支持俄羅斯 如果支持俄羅斯 填了一個 他不會完全不給的 假設他剩一半 意思意思啦 那你都要一人夾些 就填了五百億美金 那打仗是很浪費的 但是呢 我也要做一條片啦 這件事呢 特朗普這個態度呢 可能引致他出事 就是他被人槍擊呢 是不是 就是被槍擊 誰背後動 想殺他呢 其中一個可能性是軍功夫合體 因為你等於斷絕了生意 就是 美國給他武器 給他錢 不是人道的很少而已 糧食那些很少而已 主要是武器 武器美國就送的啦 一千億會送給你 但是 但是是不是送的呢 當然不是啦 誰給錢呢 就是美國政府給啦 是不是 就是武器援助 但是都是有人給的嘛 你在那家洛克斯馬丁呀 波音呀 這些軍工工業呢 即是軍工的製造商 軍工福合體呀 他們的角度呢 這些是大生意的 是不是 有戰爭一響 黃金萬兩 他們做很多生意 那這些是商界來的 大財團老闆鋪著這些公司股票呀 那你在賺錢呀 是不是 如果你說不給啦 那即是那一千億剪掉它 剪掉它 是不是 賣給台灣 台灣買多幾百幾億已經很厲害了 百幾億的而已 那時候整個阿川普的年代 哪幫襯了你買這麼多 買你兩三百億就頂多 是不是幾百億 不需要那麼多 送呀 不是的嘛 那當然啦 可能美國送的呀 你不要以為呀 台灣有這麼多錢呀 是不是 一人一半那樣 美國半賣半送呀 但是另一半就是政府給的嘛 政府在軍工福合體來講這些就是政府搏過來的錢 是不是 除了美國自己生產多少 美國說援助哪些都是有人賺錢的 美國政府賺錢 是不是 我亂搞亂那些美國外交部署 但是你說在人道的立場 或者國際關係的立場呢 是不是 究竟它是不是好事呢 是不是真的深深幫人呢 全部又不是的 是不是 所以這些很複雜的 講不清楚的了 當然啦 因為這場仗呢 中國又想扮演角色啦 就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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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那麼高興 北京突然間有個角色 想邀請他們兩邊去北京說 如果你成功的話 美國第一個就翻臉了 烏克蘭都未必會 但是為什麼又派個外長去呢 你跟黃毅講話都是官康一番這樣 希望協助和平 肯談判 但是是不是真的停 即是是給你這些 你什麼都不出 錢又不出 還背後幫手 幫俄羅斯手 做了生意 你還做和平使者 你就好著手 美國佬給完一大塊錢還破壞這個 所以不會的 什麼老公都知道 但是送到上門 那就要了 是不是呢 這個彩就要拿了 第二天你來北京啦 我可以酒店歡迎你們在香港 在北京和談 中方合道 主客 主場代表 那這些呢 真是無本生意來的 送上門的 特朗普其實就 要想一想的 是不是真的逼他結束這場和乎戰 是不是 你說民主黨和國華黨這個基本不同 那如果民主黨要做國際大佬那個角色呢 那你不可以這樣的 但是特朗普好像生意佬不理那麼多 背後那種長遠的影響呢 就是對美國的國魂好國手 你是不是還是世界領袖呢 不是就沒得說的 每個國家都顧著自己 那些就算是德國 法國 強哥 但是他沒有那麼多錢 是不是 又不是打到我 但是他們已經給了一塊了 那美國 誰叫你最大的 又美軍又美金 那是不是你不理呢 歐洲 那你阿欽的簡單邏輯就是呢 就是歐洲打仗都不是我們美洲打仗 美洲最大的敵人現在就是太平洋對面那個叫做中國 而中國前面的門口就叫做台灣 我們幾大都守著這條線 是不是 就是防止他崛起 這個這樣的大戰略呢 就是又不能夠說他不對的 所以就搞到歐洲佬和美國佬在無戰那裡 我們就是 撐這個當然不撐侵略者一方 撐這個烏克蘭 但是背後那些複雜的關係是另計的 你始終是軍事入侵別人的國家 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被他贏了 就地停火 是中共的立場 就地停火 但是就地停火 即是佔領了 接著你不會打了 不會打了他已經霸了 接著又搞公投 內政他自己 那個頓巴斯地區其實是他 因為俄國人多 其實那裡是較為發達的 那些高科技呀 軍事那些 長遠計呢 因為他就是沒有了這些東西 變成了國與國 你要跟烏克蘭買這些東西 俄羅斯當然是因此那些軍備弱了很多 但是如果拿了這些回來 那就不同了 長遠計對歐洲的安全是大影響的 沒有辦法了 這些我們只能夠 美國人很多時候 就是在歷史裡面做了這些錯誤決定 就是說幫錯了 你說他按著老共是否正確呢 他有他的邏輯的 特朗普的邏輯有時候是挺簡單的 但是又不能夠說得他錯的 歐洲人的事 你自己多給點錢 你們又不是窮 歐洲人的角度就好 你是老闆來的嘛 總之這些就… 你問我呢 就是看歷史 宏觀一點 我覺得歐洲人是應該給錢 美國不給 你給錢撐住 烏克蘭 不可以給俄羅斯贏的 如果俄羅斯贏了就大件事 大件事的 就是他夠膽的嘛 他的帝國夢強過老共很多的 就是對老共也不是有好處的 老共是有好處的 其實整場戰爭 透露氣的嘛 不得人專責去對付他嘛 所以在老共來說 其實令到他不打不和呢 其實才是最高的境界 當然就沒有什麼好心 人道這些事情了 國與國的利益從來都沒有好心 好了 講完了這個 阿超呢 都要講完阿超 阿超呢 潛了水都被人挖出來 我們知道他一定是很不妥的 因為 是不是 他都不想讓你知道他見到外長這麼厲害 難得有個重要的客人來到 做完那個人上碗 你不承認就行了 還有 哎呀 我們援助一下你 你給他多少錢 人道援助一點點 幾億呢 是不是 你都是大老闆來的嘛 香港在他的角度這麼有錢 你如果懂得拿彩的話 我們做多些生意 你戰鬥復興 我們可以看看怎麼貸款給你 絕此類的貸款 你送錢就不適合 貸款就行了 阿超就沒有這些聲音了 什麼都不敢說 他自己 俄羅斯外長見到一場來到 就發新聞 告訴別人 我去警告他 不要問東西給俄羅斯 其實阻止不了香港這些灰色生意 幾億而已 但是阿超就撿不了這個彩 而且是有趣的 為什麼失蹤了 原來還在香港 那立刻就回到我早兩天平過 所以本周我是一至二日 立刻由一至六都是 統一了就是阿超是很不行的 否則的話 第一不應該 所以阿超不是他去北京 見了煲洞 而是他只留在香港守著 跟著呢 連阿賊婆那個國澳 博澳論壇的那個 開幕的那個支持 那麼重要的裸彩都沒有他份 是不是 他是特首來的 他代表香港是很應該的 這些都沒有他份 在北京而已 不會去不了 坐不了 所以阿超是嚴重失勢 好了 另一個阿超嚴重不妥呢 在北京的跡象呢 就是這個文言